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追杀以色列这些飞行 面对一个国家的兵力 以色列野小子特战队究竟如何上演苦口芭芽 各种部队的人员不只是军事诉讼 他的整个策划能力也非常强 营救人质大获全胜 但野小子却被称为魔鬼部队 这次行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对以色列来说 他必须要确保斩草不够 确保不留后患 本期节目特邀军事专家刘华为您精彩解读 反恐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各种作战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毁欲参半的魔鬼部队系列之 以快制胜的野小子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爆发 美国世贸大楼被四架民航客机瞬间撞毁 造成数千人伤亡 然而这一事件并非人类史上唯一的一次劫机事件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曾爆发过一次同样 害人听闻的恐怖事件 1976年6月27日 一架由以色列飞往法国的班机遭到了四名恐怖分子的袭击 94名以色列乘客被劫持到乌干达警备 随后恐怖分子向以色列方面提出了要求 要用94名人质交换被捕的53名恐怖分子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上 以色列内核很快就通过了武力救援人质的提案 但究竟谁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 内阁大臣们一致认为 应该由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来处理此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拉宾对于这个提案却并不认同 他决定派出一支名为野小子的特种部队 来执行这次营救任务 说到以色列的摩萨德 那早已经是生命栽败了 但是这次反截级的任务却落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特种部队 野小的特种部队的身上 以色列方面究竟是怎么考虑的 这里面实际上还是任务的性质决定的 因为我们知道摩萨德他是一个情报机构 他有他的武装人员 有他的带有一定特种部队性质的这样的编制的队伍 但是他本质上是做侦查做情报工作的 比如说他要暗杀一个人 要暗杀一个对方的像巴斯坦方面 在重重阻力在街区里面 阿拉伯街区里面找到一个人 然后把他暗杀掉 然后在全身而退 这个是摩萨德擅长的 但是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实际上是一次特种战 比如说他涉及到空军 涉及到运输机 然后运输机把部队运过去 然后还需要真正有一定的短兵相接的这种正规战斗 其实就是你要突袭一个机场 这个时候实际上军队是最合适的 这个野小泽特种部队 它是归以色列的总参谋部直属的一个军队的特种部队 所以他比摩萨德情报机构更适合执行这种任务 但是摩萨德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发挥很多作用 比如说这个计划摩萨德就参与制定了 另外就是你像乌干达当地机场的情况沿途的各个国家态度 包括很多跟恐怖分子打交道 这些我们说最基本的像翻译语言 包括化妆的这些技巧这些东西 这都是由摩萨德提供全程我们叫技术支持的 那么以色列的野小泽特种部队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 就立刻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他们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截击分子 而是一支军队和乌干达的总统伊迪阿弥 在野小泽特种部队刚刚准备好前往以色列营救人质的时候 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传来 被劫持的客机在到达乌干达后 以色列人质就被关押在了恩德培机场的航站楼内 而死后不久就有一位大人物亲自来看望这些人质 这个人就是乌干达总统伊迪阿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阿弥不仅没有帮助以色列解救人质 他还派出了大量乌干达士兵帮助恐怖分子镇守恩德培机场 原来就在五年前 以阿弥为首的乌干达政府曾与以色列关系十分融洽 但到了1972年的时候 阿弥想从以色列购买一批先进武器来对付邻国坦桑尼亚 可是阿弥没有想到以色列却果断拒绝了他 自此阿弥一直怀恨在心想要报复以色列 而这一次阿弥终于等到了机会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的以色列政府顿时压力斗争 许多人都认为 以色列极有可能会放弃营救行动 因为他们要对付的 绝不仅仅是几名恐怖分子那么简单 而是乌干达的正规 系列只能达中攻向 standing 年轻力斩 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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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最终决定还是要派出野小的特种部队去执行这次任务 但是其实谁都清楚 这次的任务非常之凶险 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面临一支正规部队对他们的对抗 但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以色列要冒这个险 我对这种国家是在家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情况下来说 对于是以色列这种国家相对来说 他在对恐怖分子恐怖袭击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艰绝 一般来说是不会妥协的 第二 以色列相对来说 对整个的阿拉伯世界 对包括东非 包括中东这片地方 他很熟悉 他也是经过精心的计算 他觉得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情 可能有多大的把握 然后相对来说 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他有一个精算的过程 通过精算之后 他觉得能做成 这个是他的能力 因为他知道自己部队的战备水平 知道自己大概有什么样的装备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训练 这个对他 这是日常积累下来的功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恐怖分子 其实的条件可能比较高 对当时来说 以色列当时处在那样子 因为在72年慕尼黑奥运会之后 以色列当时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 损失了一些运动员 当时因为恐怖袭击 在对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上 本来就是背着一定的压力 而这次截击的人员 又要求以色列释放多个国家的 50多个恐怖分子 那么对以色列政府来说 这个很难成的 如果你把这50多人放了 那么可能在国内政治上压力很大 所以也是能力意图多个方面的原因 最后确定 就是导致以色列政府最后做出来 这样综合的决定 这次要派出野小的特种部队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这支特种部队 我们接着往下看 野小子特种部队 只属于以色列总参谋部 是一支精锐部队 这支部队的选拔非常严格 部队成员都是从其他特种部队当中筛选出来的 即使在这种前提下 其淘汰率还高达90% 野小子除了练习与其他特种部队相同的基本内容之外 还会针对中东地区 山地 沙漠的特点 进行大量的山地战 沙漠战等特种战术训练 他们的训练强度要求很高 如在1000米的障碍场 设置了岩壁 洞穴 雷须 沼泽等近百种障碍 队员们几乎时刻都在生死边缘挣扎 不仅如此 队员们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所有训练科目 其训练方式尽无残酷 然而仅靠体能训练还远远不够 以色列野小子特种部队还要进行严格的思想训练 从训练的内容 时间和标准等方面来说 野小子都大大超过其他特种部队 就连美国赫赫有名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 在看过野小子的训练之后都自叹不如 其实通过这段片子可以看到的 野小子特种部队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 就为什么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小国家 他们会用如此高的训练的标准 来去打造这样一支特种部队 这跟以色列在建国之后面临着整个周边安全环境有关系 以色列非常小 他周围当时全是敌人 一群阿拉伯国家 这种情况下他非常重视特种战 其实特种战概念那个时候还没有 特种战在战术上实际上从二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比如巴陆军的敌户武功队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特种战 但是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 东西方冷战 那么美苏这样的国家 他关注的是大的像核战略这些东西 反而特种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就非常的如火如荼 因为他打的每天都是常规战争 而且他除了跟中东国家打四次中东战争这种大战之外 日常每天几乎都在打小仗 比如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来回的冲突 所以对以色列来说 他必须要建设一支甚至多支非常有力的 强有力的这种特种部队 而且他特种部队实战经验很丰富 因为他经常用 还有就是要求非常严格 因为如果你在训练上要求不严格 可能第二天你在战场上就要出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最后结果就给以色列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特种战的力量 这应该说是一直到今天 这笔这个正资产一直都在 就这样呢 齐熙恩德培机场的任务落在了野小特种部队的身上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 代号为雷霆的行动 拉开了群 1976年7月3日下午3点 四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载着200名野小色特战队员从以色列起飞前往乌干达 晚上10点45分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降落在了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接下来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在运输机停轮之后 一对奔驰汽车突然破舱而出 在看到这对奔驰汽车之后 机场上的所有乌干达士兵竟然全部收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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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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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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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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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